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地球上还有恐龙的话,我们的生活可能会非常可怕。 但如果我告诉你,地球上曾经生活着体型更庞大、更凶残、更可怕的生物呢? 包括那些巨大蛇类和深海中的怪兽,还有噩梦中的怪兽,下面是一些比恐龙还可怕的动物。 邓氏宇 历史上最可怕的生物都是水汽动物,邓氏宇当然也不例外,这种残暴的鱼生活在泥盆纪晚期,距今约3.7至3.6亿年,这一时代通常被称为鱼的时代。 顺便提一下,它比恐龙出现在地球上的时间还要早。 恐龙出现在距今约2.45亿年至6600万年前的中生代。 科学家将中生代分为三个时期,三叠纪、侏罗纪和百恶纪。 邓氏宇身长26至32英尺,其形成流线型,酷似鲨鱼,头戴盔甲。 长着一张只有它的母亲才会喜爱的脸。 基于它凶残的外表,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邓氏宇没有牙齿,但不要被鱼弄了。 相反,它长着两片长长的骨质刀片,可以咬碎任何东西,我指的是任何东西。 邓氏宇绝对不是一个挑剔的吃货,它会吃一般的鱼,鲨鱼,甚至是自己的同类。 它可怕的獠牙不断生长,生长过程中互相摩擦,就像一把变得越来越锋利的茧子, 为了让你清楚了解到它的下额有多强大。 据科学家推测,它的下额,每平方英寸可以产生高达8000磅的咬合力。 狮子的咬合力也不过650磅每平方英寸,邓氏宇的致命缺陷是它的贪婪, 以至于经常消化不良。 人们经常在反除除的和半消化的鱼类残骸旁边发现这种史前巨瘦的化石。 你可能会庆幸邓氏宇已经不存在了, 但如果你想确保必应诧异频道永远不会灭绝, 你知道该怎么做,请点击喜欢和订阅按钮, 向它们表达你的爱意。 同时别忘了点击那个小铃铛图标, 这样,当我上传更多精彩内容时, 你就能第一时间知道。 现在,请系好安全带, 欣赏更多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野兽们。 玄齿鲨鱼 如果你认为在水下碰到邓氏鱼是一种可怕的场景, 那就等着听玄齿鲨鱼的故事吧。 这种拥有2.7亿年历史, 长达20至25英尺的可怕鱼类, 是古生物学家最头痛的化石之谜的主角。 这一切都源于发现的一轮轮奇怪的石化长崖。 它们看起来有点像噩梦般的化石水果卷。 1899年, 俄罗斯地质学家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卡尔平斯基 在确定这些奇怪的化石 实际上是一种类似鲨鱼的鱼类的一部分之后, 创造了玄齿鲨鱼这个名字。 它的最佳猜测是, 这种不寻常的进食装置附着在这种早已死去的生物的鼻子上, 就像一个永久卷起的派对号角。 但是, 一个多世纪以来, 古生物学家一直对这些化石感到困惑。 多年来, 人们一直在猜测齿轮的排列方式, 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奇异的猜想。 鲨鱼的齿轮挂在鼻子上, 悬挂在下颌、背鳍、尾鳍上, 甚至深浅在喉咙里。 直到2013年, 美国爱达河州里大学的 莱夫·塔帕尼拉领导的一项研究才正确地提出, 卷曲的牙裂以类似圆距的形式长在下颌中。 随着鱼类年龄的增长, 下颌后部分不断长出新的牙齿, 而上颌则几乎没有牙齿。 那么, 玄齿鲨鱼是如何捕食猎物的呢? 可怕的是, 古生物学家认为, 当玄齿鲨鱼下颌闭合时, 齿轮以类似锯子的方式向后旋转牙齿。 如果这还不够可怕的话, 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鹤嘴龙标本的下颌有两英尺宽。 感谢上帝, 这种可怕的电锯杀手在大约2.25亿年前就已经灭绝了, 因为它实在是太可怕了。 恐鸟 科学家们给这种恐怖的鸟类取了一个简单的绰号, 恐鸟。 这就足以说明你需要了解这些可怕生物的一切。 但我还是要继续给你详细介绍一下。 在陨石消灭了像霸王龙和迅猛龙这样可怕的恐龙之后, 恐鸟家族一军突起, 成为南美洲最强大的陆地掠食者。 在接下来的6000万年里, 它们一直捍卫着这个称号。 这些史前的羽毛巨兽可以长到10英尺高, 拥有像霸王龙一样的脚和狗状的慧, 只需致命一击就能切断一匹马的脊椎。 恐鸟的恐鸟同志开始于我们现在所知的中美洲出现之前, 那时南美洲还只是一个岛屿。 当剑翅虎和狼接替了其他地方顶级掠食者的工作时, 南美洲的大多数哺乳动物都是快乐的食草动物, 这就为恐鸟鸟类提供了一个种各样的食物。 它们在毫无竞争的情况下大快躲翼, 这些行动敏捷的动物装备着像稿一样的慧, 它们用慧向下攻击,致命地咬碎较小动物的头骨。 哎哟,但这还不是全部, 它们不满足于骨头的头部可以充当巨大的绞肉器, 而且它们还会用巨大的爪足将猎物活活踢死。 在长达六千万年的统治期间, 恐鸟的十七个不同物种变来变去, 直到二百五十万年前才最终彻底消失, 这让你更加欣赏街头鸽子了,不是吗? 铲齿象 一头普通的大象变成什么样子就会让人感到害怕呢? 那就是用一把巨大的肉叉来代替它的象鼻。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浮游想象力的七岁孩子幻想出来的奇异生物, 但是穿越时空回到八百万年前到两千万年前, 你就会发现铲齿象曾经是真实存在的。 这头现代大象的祖先有一个奇怪的突出的下颌, 这实际上是由第二对加宽的象牙组成的。 顺便说一下, 这只是经过改良的门牙, 但是这种奇怪的工具有什么用途呢? 毕竟动物不会浪费精力去发展毫无价值的那些特征。 当铲齿象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首次被描述时, 人们认为它们的下门齿是用来铲, 咬、挖和疏通水深或沼泽环境中的软植被的。 但在1992年, 古生物学家大卫·兰伯特提出, 它们还可以用作镰刀状的武器, 可以割开厚厚的植被。 铲齿象不是生活在海岸线, 而是在中心市的亚洲、 非洲和北美洲四处游荡。 以陆生植物为食, 它们先用躯干固定住树枝, 然后用这些特制的内置镰刀将其割断。 由于这些肉质的, 绘壮的腹肢不像骨头那样容易形成化石, 我们能对这些奇异生物有所了解, 真的是非常幸运。 值得庆幸的是, 它们帮了我们一个忙, 它们死在了河流旁边或河流中, 而且成僻地死去。 河流是容易形成化石的黄金地段, 假设它们今天仍然存在, 可能不会对人类构成重大威胁, 但可以肯定说, 这些动物仍然拥有历史上最怪异的面容之一。 安氏中兽 很难想象任何以安氏中兽为名的东西 会比恐龙更可怕, 但这种凶猛的生物却并非如名字这样。 虽然从未发现过完整的安氏中兽的骨架, 但1923年在蒙古发现了一个坏小子的部分头骨, 长达近三英尺。 探险队队长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认为, 这种动物一定是食肉动物, 因为它有巨大的牙齿, 于是将其命名为蒙古安氏中兽, 当然是以它自己的名字命名的。 时至今日,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属于这一可怕物种的唯一标本, 它在大约4500万至3600万年前的史新式时代, 生活在东亚一带。 古生物学家利用从它的头骨中获得的知识, 以及它与另一种类似熊的史前生物, 中熊的关系, 建立了这种动物身体其他部分的印象。 推导出它应该是一个16英尺长, 6英尺高的, 像噩梦一般的存在。 这种体型庞大, 类似狼的动物用四条短腿行走, 有长长的身体和尾巴, 脚上长着蹄子, 它长着可怕的鼻子和能咬碎骨头的大牙齿, 体重可能在1764磅到2200磅之间。 如果你还需要更多恐惧的理由, 那么这种巨大的体型是安食中兽, 成为有史以来已知的最大的肉食陆地哺乳动物。 但奇怪的是, 这些有体类动物实际上被认为与荷马和鲸鱼的关系更为密切, 两者都属于哺乳动物中较大的一类, 被称为有体类。 由于安食中兽仅从一个头骨和其他一些骨头来判断, 它究竟是一种活跃的捕食者, 还是仅仅是一种超大型的食服动物, 还有待商榷。 但我肯定不想去冒险, 一探究竟。 如果你害怕蛇, 现在也许是时候吃点快餐了。 6000万年前的古新市时期, 在现在的哥伦比亚的沼泽水域中, 潜伏着历史上最大的蛇, 泰坦巨蟒。 这条超级大蛇伸长近50英尺, 重达2500磅, 是今天统治着这片水域的绿蟒蛇的十倍。 遗憾的是, 泰坦蟒从未与霸王龙正面交锋过。 在恐龙灭绝几百万年后, 泰坦巨蟒统治着广袤的沼泽丛林, 那里的一切都比今天更热, 更湿, 更大。 为了与大这一主题保持一致, 泰坦巨蟒的体型大到几乎违背了物理定律。 要知道, 每一种生物都是在重力的约束下进化而来的。 像100英尺长的蓝晶这样大到令人发质的生物之所以能够存在, 唯一的原因就是重力对海洋中的巨物影响不大。 科学家推测, 泰坦巨蟒一定是利用了这一点才达到如此巨大的体型。 这种生物体型如此庞大, 可能无法在陆地上很好的活动。 它的大部分时间一定是在水中度过的。 尽管看起来有点像现代的蟒蛇, 但它的行为更接近水漆蟒蛇。 试想一下, 当你在河里游泳时, 却在附近的河岸上发现了这种巨兽的皮肤。 如果你想知道泰坦巨蟒吃什么, 答案很简单, 只要是它看上的东西, 它都会吃。 这种巨蟒是一种伏击捕食性动物, 可以依靠惊人的力量榨干猎物的生命。 泰坦巨蟒潜伏起来, 主要捕食大型爬行动物, 吞食巨龟,甚至鳄鱼。 泰坦巨蟒为什么灭绝, 甚至何时灭绝, 至今仍是一个谜。 但是想一下, 如果它没有灭绝, 它们会给我们这些弱小的人类 带来多大的灾难。 莱茵耶克尔后, 三个词语, 巨型, 海, 蝎子。 我敢打赌, 你从来没有想过会在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动物中听到这三个词。 你一定会很高兴地知道, 现役灭绝的节肢动物缸, 尤里帕特类, 又称海蝎。 大多是与人的手掌差不多大小的小动物。 不过, 生活在距近约4.6亿年前的滞留纪时期, 令人生味的莱茵耶克尔后除外。 这种长满尖刺的海蝎可以长到八英尺长, 是迄今所知最大的节肢动物。 为了更好地了解它的长相, 可以想象一下异形系列电影中那些恶心的暴脸虫, 把它们放大到一个巨大的尺寸, 加上还能游泳。 它的身体是分洁的, 呈蒋状, 与奇异的马蹄蟹相似, 但要比马蹄蟹巨大的多。 莱茵耶克尔后在水下行动敏捷, 只要归功于它像蒋一样的后腿, 使它能够快速游向猎物。 除了多条专门的肢体外, 这种海洋怪兽还装备有巨大的弹簧爪。 当鱼力经过时, 它就用这些爪子把它们抓起来。 2007年发现了一块尖爪化石的宽度 甚至长达18英寸。 不可否认的是, 如果现在遇上这种巨型海洋动物, 它可能会用这些爪子死死地抓住你, 把你的头骨像杏仁一样捏碎。 包括可怕的莱茵耶克尔后在内的 版族后蜀的统治最终戛然而止。 由于大约2.99至2.52亿年前的 二叠纪大灭绝, 地球上超过96%的海洋生物 在这次大灭绝中全都灭绝了。 哈特森尼蜀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 史前世代的许多动物 基本上都是今天仍然存在的一些动物的放大版。 请允许我向您介绍这一主题中最令人不安的例子, 帕特森尼蜀。 这些现实生活中的孽齿动物是地球上最大的孽齿动物, 身长约10英尺, 尾巴长达5英尺。 多年来, 在阿根廷、巴西和委内瑞拉的一些遗址中 发现了这些令人生厌的孽齿动物的遗骸。 虽然它们的近亲是不起眼的豚鼠, 但它们的外形更类似于现代的水豚, 尽管要大得多, 重得多。 经过对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蜀猪骨骼的检查表明, 它们的体重可能在800公斤左右, 这与每周野牛的体型差不多。 与千禧的前肢相比, 帕特森尼蜀的后肢非常粗壮, 这表明它可能在近食时用后肢休息, 用较小的前肢收集植物。 和水豚一样, 帕特森尼蜀也有一个深陷的下颌和锋利的前齿, 以适应它们的食草习性。 虽然它们以植物为食, 但这些巨大的孽齿类动物的门牙有一英尺长, 如果你碰到它们, 你很可能会受到严重的伤害。 帕特森尼蜀生活在湿地和近岸昭泽, 直到大约800万年前神秘消失。 所以,下次当你在肩上看到老鼠的起形时, 请记住,情况可能会更糟。 古生物学家在解读一种动物的长相时, 遇到困难这并不罕见, 尤其是当这种动物已经灭绝了4亿年的时候。 但怪弹虫的情况还是比大多数动物要难得多。 事实上, 科学家们对这种母植大小的蠕虫研究了50多年, 才确定了它的头在哪里。 看一眼这种完全可笑的生物, 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早在1977年, 英国古生物学家西蒙·康威·莫里斯偶然发现了一具 0.5英寸长的奇异化石。 它是66年前在加拿大洛基山脉的 伯基斯叶岩中发现的, 当时已被归类为无环如虫。 但康威·莫里斯并不认同这种观点, 在他看来, 这种古怪的生物实际上是用几对像高桥一样的刺行走, 同时它的背部还伸出了许多触手。 它将这种生物命名为怪弹虫, 因为它太滑稽了, 就像你在一次糟糕的旅行中产生的幻觉。 但是,1991年, 研究人员拉尔斯·拉姆斯科德和侯仙光颠覆了康威·莫里斯的想法。 从字面上看, 莫里斯认为触手实际上是生物的腿, 因此模型被翻转了过来, 位于生物背部的刺可能是用来防御的。 直到2015年, 剑桥大学的马丁·史密斯是用电子显微镜和伯基斯叶岩的样本进行了进一步分析, 才揭示出蠱虫的头部在哪一端。 不仅有一双眼睛, 还有着正在咧嘴大笑的牙齿。 虽然科学家们不知道怪弹虫到底吃什么, 但它嘴巴周围的一圈牙齿很可能是用来把水和食物吸进肠道的。 它可能很小, 但不可否认, 这种软绵绵的幻觉令人严重不安。 远古蜈蚣虫 大多数人对普通大小的爬行动物都会感到不安, 但在数百万年前, 这些可怕的生物可以长到疯狂的程度, 这就是最好的例子, 远古蜈蚣虫是一种8.5英尺长的千族虫, 在距近约3.59至2.99亿年前的石探级晚期遍布于地球。 虽然远古蜈蚣虫很可能是石草性的, 像现代千族虫一样以植物尸体为食, 但不可否认的是, 它仍然非常可怕。 已发现的足迹化石表明, 这些巨大的千族虫可以快速移动, 数百条巨大的腿以令人不安的节奏上下起伏着, 还会转弯避开树木和其他障碍物。 远古蜈蚣虫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陆地无脊椎动物, 这意味着它们极有可能没有任何天敌。 它们分洁的身体非常灵活, 如果它们愿意, 也许可以挺身做出防御姿势, 直视你的眼睛。 这些巨大的昆虫在石探纪结束后不久就灭绝了, 因为当时潮湿的气候开始变得干燥, 作为它们天然栖息地的雨林急剧减少。 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如此巨大的昆虫呢? 主流的理论认为, 史前昆虫之所以如此巨大, 是因为它们从地球大气中过剩的氧气中获益。 在远古蜈蚣虫生活的时期, 由于大片滴滴沼泽森林的兴起, 大气中的氧气含量达到了30%左右, 比现在的水平高出近50%。 所以, 下次再有人说气候变化不是真的, 就想他们介绍这种超级怪异, 超级大的千族虫吧。 苍龙 如果你是侏罗记世界电影的粉丝, 你可能已经熟悉了苍龙, 这要归功于这个精彩的场景。 但苍龙严格来说并不是恐龙, 这些巨大的海洋爬行动物, 实际上与蛇和巨蜥关系密切,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可怕, 这种巨大的温血食肉动物在大约8000万到6600万年前生活在全球各地的海洋中。 虽然从未发现过完整的标本, 但古生物学家推测, 苍龙的体长可能达到45至50英尺, 体重约为5.5吨, 这比一般的城市公交车还要大, 比两头成年犀牛还要重。 再仔细观察一下, 你就会发现, 《侏罗纪世界》电影中被囚禁的苍龙的巨口中多了两排可怕的牙齿, 你可能会认为这只是电影制作者为了戏剧效果而虚构的事实, 但事实并非如此, 就像现代的蛇一样, 苍龙的巨大的口腔中也有翼状或獠牙状的牙齿, 这些牙齿固定在口腔顶部的骨头上, 这些牙齿嵌在它们的牙龈和肉质组织中, 使它们更容易在水下抓住和吞下猎物, 由于它们与科莫多龙等蛇类和巨蜥存在一定的关系, 它们甚至有可能长着巨大的分叉舌头, 但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确定, 因为软组织很少变成化石, 苍龙是非常成功的捕食者, 这一点不足为奇。 为内容物显示, 这些水生巨兽吃芒刺鱼, 多骨鱼, 海龟, 其他石前爬行动物, 甚至海鸟, 它们的化石在地球上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发现, 甚至在南极洲也有发现, 在白鳄纪时期, 它们甚至成为海洋中最主要的食肉动物, 直到恐龙灭绝的白鳄纪, 禁骨纪灭绝事件将它们也消灭了, 天哪! 三叠纪海妖 几个世纪以来, 渔民们的传说中存在着一种可怕的海怪, 它能掀翻船只, 吞噬船员, 这就是三叠纪海妖, 这些巨大的怪兽曾出现在好莱坞电影中, 但它们真的存在过吗? 1857年, 丹麦博物学家亚佩图斯·斯坦斯特鲁普 检查了一个被冲洗过的大乌贼会, 直径约三英寸, 他得出结论, 海怪是真实存在的, 它是一种巨型乌贼, 它将其命名为大王乌贼或统治乌贼, 从那时起, 大约有21种巨型乌贼被描述出来, 每一种都来自被冲上岸的不同身体部位, 这些难以捉摸的生物在海洋深处游荡, 但很难知道它们到底有多大, 因为几乎找不到完整的标本, 据估计, 巨型鱿鱼, 也就是现存最大的物种, 仅从抹香精卫中发现的汇中得知, 就可能重达1500磅, 长达33英尺, 它可能不是海怪级的乌贼, 但史前水域中是否曾经潜伏着这样一种巨兽呢? 马克·麦克梅纳明教授, 来自马萨驻塞州南哈德利·霍利·约克山学院, 他提出了以下的观点, 根据他的说法, 在三叠级早期可能曾有过长达100英尺的鱿鱼, 它们捕食的是一七龙。 麦克·梅纳明在2011年于明尼阿波利斯举行的 美国地质学会年会上首次提出了这一观点, 他的假设是基于在内华达州发现的九宽鱼龙锥骨化石, 这些锥骨呈线性排列, 他认为与头触角上的锡盘图案相似。 麦克·梅纳明提到, 现代头族类是有智慧的生物, 章鱼在它们的巢穴中收集骨头, 众所周知还有贝壳和岩石, 但其他古生物学家并不这么认为。 一些批评者指出, 没有证据表明头族类动物会囤积猎物, 还有一些人甚至指责麦克·梅纳明 只是像观察史前茶叶一样, 来观察内华达遗址的骨骼。 但在2013年, 麦克·梅纳明重返内华达遗址, 发现了另一块化石, 这一次, 他认为这是属于三叠级海外的巨大汇尖的碎片。 遗憾的是, 这块身份不明的化石过于破碎, 无法证明它可能属于投足类动物的大小。 虽然现在肯定没有什么证据表明 存在真正巨大的乌贼。 但麦克·梅纳明的理论表明, 我们有理由相信, 乌贼在遥远的过去曾经有着巨大的提醒。 而且, 考虑到迄今为止, 人们只探索了广袤海洋的5%, 完全有可能有比巨型乌贼更大, 更可怕的东西曾经潜伏在人类无法触及的地方。 如果让这些史前恐怖生物中的一种起死回生, 你会选择哪一种? 请在下方评论中告诉我,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